好回到蓝轩时间又到了每个礼拜三 我们谈健康谈医疗的单元 好今天我们要来聊聊眼睛 是我们先前好像又聊过眼睛 但是也是一段时间了 而且好像是从西医的角度来谈眼睛 我们今天比较特别的是要从中医的角度来谈眼睛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最近收到一本书 这本书叫做眼预力眼睛的眼 讲到的是用中医的角度来治疗 来保健我们的眼睛 那一般来说很少看到说中医 中医感觉起来好像是在调气 好像是针灸 最近这些年大家还开始比较有说 这针灸可能可以辅助做一些 像现在的什么肌肉 疲劳 酸痛 运动伤害等等 开始会讲说中医可以去辅助 用针灸的方式去治疗 真的是怎么讲都比较少讲到说眼睛 也可以用中医的角度去看看 到底能够有什么样的辅助跟帮助 所以在今天我们就邀请到这位 眼预力这本书的作者 他是台中市祥俊中医诊所的副院长 他叫做林宥彦 我们来现场来跟我们聊一聊 他本身是一个中医师 所以聊聊怎么样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待 这么现代人越来越伤脑筋 而且毛病越来越多的眼睛 哈喽 悠悠悠 早安 早安 南轩 早安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OK 好 你是中医师吗 你开业多久了 我其实是职业到现在已经接近八年了 八年 OK 好 那一般来讲中医的病人多半上门的是哪一方面 其实最常见的都是筋骨酸痛为主 像是扭挫伤啊 或者是有些女性朋友们想要调整身体 其实月经不顺 甚至是像肠胃的一些疾病啊 小朋友的过敏气喘等等 这些体质的调养比较多 还是以调养比较多 以调养为主没错 对 但是这些年 我还记得我们节目里面有聊到过的 其实有关于一些比如说癌症的一些 不能讲治疗 就是说 比如说你可以让他在进行化疗的过程当中 增加他的一些免疫力 增加他的体力 算是辅助性的调养 因为在化疗甚至是放疗的过程中 可能身体的血球 可能血球状况会改变 或者是肠胃不适 甚至让食欲变差 那中医的部分就可以用这种调养的方式 让他回复整体 还包括中风 我还记得谈到说 中风其实中风就有点治疗了 可以透过针灸对不对 所以其实有慢慢发现 中医能够扮演的角色 其实比过去来说越来越多 而且一直都是这样子 只是现代医学 现在的社会都是以现代医学为主 那中医的快速 快速 然后甚至是 觉得现在医疗都是以西医为主导 那中医已经渐渐被忘记了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些年真的算比较好 就是说开始他开始回到 不只是一般人认为说是一些什么民俗 疗法才会想到针灸 很多医院里面有更多的针灸部门 中医部门 但是我要问的就是说 那为什么你的门诊里面 大部分七成以上都是看眼科啊 这是怎么开始发生的 其实我之前在念书的时候 然后大学的导师就是眼科医师 只是那时候 是中医的眼科医师 不是西医眼科医师 不是西医眼科医师 因为中医师对于眼科方面的治疗经验其实并不多 我那时候就觉得在西医 在学这西医的课程的时候看到 可是你是念中医学系不是吗 对我们 那一样要学 我们是双我们其实中医西医都有修 我们现在目前中医是分成双修班跟单修班 就双修西医跟单修中医 但是单修中医的部分只是拿掉了西医实习 所以西医的一些基础课程 临床课程全部都有上 是这样子的关系 对 所以现在很多中医都是中西医 就两边的这个都是兼具的 我觉得蛮好的 都有学过 但是可能只有大概一半左右的医师 有拿西医执照 那剩下大部分都是中医执照为主 OK好 所以你的老师是眼科医师 是眼科医师 导师是眼科医师 那我们学的课程里面其实所有的科别都上过 那只是在看到这些眼科疾病啊 西医都会讲到蛮多跟治疗甚至诊断的部分 但是在中医这一块我反而只看到一小部分 这一块是非常少人在做 但是我后来在观察发现 现在进入了老年社会 那所有退化性的疾病的已经越来越多 甚至是现代人用眼的时间 然后用手机用平板啊 加上坐席啊 甚至都很晚睡 然后变成眼睛的问题越来越多 这个需求量越来越大 但是中医却很少人做这件事情 对 所以我就觉得中医其实有可能可以切入这一个部分 那进临床之后 也开始尝试治疗之后发现真的有些帮助 所以就开始专以中医眼科为主题 对啊对啊我真的觉得这还蛮特别的好 那所以在你开始临床里面去觉得说 哎现代人上门求诊的时候 好像眼睛的毛病越来越多是真的了啊 对那所以呃什么在你临床上面发现 中医可以帮得上忙的 是以哪些为主 譬如说好现代人 第一个近视的很多 第二个呢 年轻人看3C产品啊 什么蓝光强光 然后长时间呃看这个滑来滑去的东西 然后呢呃这个眼睛就会疲劳的很多 干眼症的很多 然后呃视力退化的很多 那再来的话就是绯闻症的很多 干眼症的很多 那再就老花眼的很多 那青光眼的很多 哈哈哈白内障的很多 而且呢白内障还因为也是像现代人用眼的关系 提早有白内障的也变多 好所以这么多多半来说零零种种对不对 上门的大概就是这一些 对那哪些你会发现 其实中医最能够帮得上忙 最能帮上忙的应该呃最常见的 大概就是眼睛的疲劳干涩 甚至是干眼症 对因为现在干眼最常有了 这是最最多的患者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绯闻症 绯闻症哦 因为就有 对就目前观察到 就是干眼症啊绯闻症啊 现代医学大概是能够控制一部分 让蚊子变爽 我目前大概只能控 就是只能治疗带接近一半的 绯闻症的患者 另外一半我也有一部分也没办法知道 真正导致的原因甚至怎么样治疗 这个还找不太到 能够有一半就不错了 因为现代医学也 是每一个人的一半 还是所有病患的一半的 所有案例的一半 所以有一半的人一点用都没有 我还没办法抓到准确的治疗方式 但是他们所抱怨到眼睛疲劳干涉 甚至看东西 觉得雾雾不清楚 模糊的部分可能会缓解 但是那个绯闻还在 啊 或者是他出现的频率变少而已 哦 能够到完全消失 甚至变淡的患者 大概也只接近一半左右而已 哦 但这样子已经不错了 因为西医师真的都会告诉你说 心里不要让他变得更多 对 对不对 对 OK好 所以那如果这样 我们就先从这两个 就最常见的 一个是疲劳干涉 一个是绯闻症 那终于可以怎么帮忙 先从疲劳干涉干眼症来说好了 因为这个最常有人这个样子 是眼睛疲劳干涉 其实我们可以从一个直观的角度来想 那今天一个地方缺水了 眼睛缺水那水从哪里来 绝对不是凭空就进来的 也不是说从外面补进来的 一定是从身体送上到眼睛的 送上来那是不是从制造的源头就出了问题 就你平常喝水喝不够 或者是你肠胃状况出问题 吃东吃进去的养分没办法吸收 那吸收进到是身体之后 他还要往上送到眼睛 送上来的这个胖脯力道够不够 路径顺不顺畅 或是哪个地方的受伤 或者是有其他的脏腑更需要这些养分 更需要这些水分被拿走了 然后再来就是往上送到头部 到头部的关卡进不进得去 然后进到眼睛之后 眼睛周边的这个肌肉组织的状况 如果OK 甚至眼底的血管能不能送得到眼睛里面 那或者是你在使用 平常使用用眼习惯啊 光线之去持续照射啊高温啊强光啊 甚至强风让他继续耗损过度 那再加上可能跟平常饮食的状况 吃的过于燥热啊新啊食物吃了之后 水分养分被消耗掉 那没办法使用等等 所以中医会从这这些角度去切入 哦 你刚刚讲事实上有一个就是说 一般可能大家对于肝眼疲劳都不要 比较会从你刚刚也有讲到一个耗损 就是属于外在的东西耗损你的水分 比较从这角度去想它 对不对 但是比较不会去想 原来是内在的供给出了问题 对 因为现代医学也比较多会讲说 肋腺的分泌量不够 或者是肋管阻塞 或是肩膀腺阻塞 它没办法释放出来 但是为什么会是反复阻塞的原因 可能是来自内脏 哦 是这样子 是 OKOK 好那所以它有个比例上的问题吧 譬如说因为外在耗损 因为长光啦 然后因为过度使用它啦 耗损你的多少 然后内在的部分占多少 还是一人而异 这是一人而异的 这就是中医比较特殊的地方 必须要个人化治疗 个人的状况一人而异 嗯嗯嗯 OK所以你刚刚也还特别讲到就是说 事实上他会发现是跟我们的五脏六腑有关 是 所以眼睛就是一从我一开始看你这个书的疑问 就说原来眼睛的毛病不是因为眼睛的什么脚膜啦 视网膜啦 呃什么东西啊出了什么状况用的过久还是耗损 而是你相应于五脏六腑 他出了一些问题 几乎都是 几乎都是吗 几乎可能都可以直接这样讲 哦 是这样子哦 OK好所以我们休息一会呢再回来继续聊哦 所以眼睛到底他可以相应于哪些脏腑干吗肾吗 心吗肺吗 不知道 那呃所以到底他是怎么个运作怎么样产生关联的 那在一些比较常见的眼科疾病来说可以透过哪些方式来舒缓他来辅助他 马上回来 好回到蓝轩时间就是和现场邀请到的中医师林又燕啊来聊天聊他新出的这本书啊叫做眼玉力啊这个眼睛的眼啊 治愈的愈啊 眼玉力好 那我们刚讲到就是说一般真的是比较少啊去把眼科这件事情跟中医连结在一起啊但是呢林医师他的门诊呢有百分之六七十以上啊都是来看眼睛的所以很特别那事实上你发现是是有帮助的哦所以我们刚讲到说最有帮助的部分排名第一的几乎就是疲劳啦肝涩啦或者肝炎症啊最好你刚才讲到说内部供给出了问题那为什么会造成阻塞呢 它对应于哪一个脏腑呢其实我们这个肝炎症的部分要分三个层面去谈第一个部分是泪水的制造不足那制造不足可能是平常饮水量不足那就临床上发现很多患者讲说眼睛平常就很干涩啊但是舌头一伸出来之后发现整个嘴巴干的干到不行然后仔细问说平常我们喝水啊但是他说有啊有喝水啊那就一问之下说一天只喝了不到1000cc啊OK 对其实水分应量非常的少那他永远不知道他自己喝水喝不够那眼睛的水分他不可能是平空而来很多都是身体补充进去的 所以我在临床上都会要求患者们至少每天喝水依照自己的体重一公斤30cc是基本的量那要依照他的运动的时间啊或者是气候干燥的程度去做调整 那有些患者会跟我讲说喝水有喝水但是结果喝了很多像茶叶啊咖啡啊或是一些汤品这些高浓度的饮料反而会让身体脱水 OK所以这些都不算在水的分量里面这些不能算在水里面 就是说30cc一公斤那50公斤就喝1500cc 1500起跳60公斤就1800 所以都要扣掉茶跟咖啡跟汤 对因为茶跟咖啡这些东西其实会利尿啊对如果喝这些东西之后身体水分会流失更多啊对所以水分是要多喝但是也不能喝过多 那如果说一天喝到三三千五四千五千那这就已经过量了除非你体重超过100公斤以上 对对对如果真的太过量的话当然有所谓的水中毒的说法啦 但是比较少发生是比较少发生是比较少喝不过你刚讲确实是比如你眼睛觉得干干色色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一定会替你的眼睛补充水分所以会滴眼药水对不对 滴什么食烟水生理食烟水不会想到是人要喝水 对这是蛮常见的地方所以意思是说以后你如果眼睛干请你先喝水是这个意思吗先解释自己喝水喝的够不够 OK好对那另外一部分就是他们觉得喝水喝太多之后一直跑去上厕所 这这个其实是身体的状况这是需要调整的可能是身体他没办法吸收水分那就像一个水管一样喝多少流多少 或者就是像我们的土啊就是泥土已经太干了干到水分流不进去 这个在身体里面有也有可能出现这个状况这就可能需要去做调养了 所以意思是说你后来发现如果说他的眼睛会干是因为他喝太少水而喝太少水是因为他排得太快 排得太快或是吸收太慢所以你要去解决他排尿的问题 跟他吸收的问题这个连锁效应还蛮远的感觉 是但这其实是比较根本的治疗方式 如果说只是眼睛干色点也能够泪液或是点那个用的凝胶用自体免移自己抽血血清去点的话 可能也不一定能够真正完全改善那我临床上其实可以从这种角度去治疗之后发现 呃人工内衣使用量变少甚至到后面根本不用点人工内衣啊不用用凝胶啊对 其实这是比较根本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部分可能是呃从身体吸收的养分往上送到眼睛的这条路径出的问题 哦哦输送的过程输送过程或是输送的力道不够 像每有人会觉得每天觉得呃早上起来都精神不是很好都昏昏沉沉的 有气无力啊走路都好像用拖的这种其实可能是身体的气已经不足了 或者是身体能量不够他打不上去 嗯那我们就要从这个地方去做治疗 嗯那另外这个会跟眼睛有关吗会还蛮常见的 真的吗就早上觉得啊好像睡不醒的感觉 这就有点像是我们身体的我们身体的五脏六腑跟呃他都有他自己的扮演的角色 嗯像呃这个就可能跟我们的心啊脾啊肾啊这三个部分比较有关系 心就中医来讲不只是心脏而已而是全身的意识中枢 包括像是我们的大脑的活动啊甚至是能量的pump 因为他等于就是一个呃要把血液打到全身去的主要源头 但是这个源头可能太弱嗯啊太弱没办法打到头面部 所以头常常会觉得好像昏昏沉沉的啊注意力很差啊 进到密闭环境里面都有压迫感啊很像要胸口闷啊 嗯这其实是眼科疾病蛮常见的一些患者的特色 对就是眼睛不舒服的人通常会伴随这样的症状 蛮多人是伴随这些问题哦那然后呢所以解决这个问题之后他的眼睛就会变好 会改善而且会从根本性的改善不只是眼睛改善 连身体的平常生活生活品质啊或是日常运动就跟着改善起来了 OKOK那另外像是呃长时间低头弯腰驼背 会让身体胸口这边紧绷甚至是脖子压迫 那他也会让我们的气血往上伸到头面部的时候 经过胸口啊肩膀啊脖子就卡住了 嗯这个我们我觉得我们常常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做广播做电视就是你就会觉得看书看资料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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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奇怪的姿势 这种状况其实就是像我们开车或是搭车的时候 原本四线就是路原本很大条四线道开车都很顺畅 但是今天变成两线道塞车 或是中间就风路边就并排停车啊 路边塞就路边的没那么好开过不去 那身体的气血会觉得啊我身不上到头面部了 我头面部缺氧缺血了 嗯眼睛也缺氧缺血了 嗯这也是需要做治疗的地方 所以可能呃包括像情绪的压力啊 这个人太过紧绷啊紧张啊焦虑啊恐慌这些也会造成问题 那你说眼面眼睛缺血缺血缺气那会怎么样 反映出来感觉会怎么样 看东西可能会就觉得模模糊糊的啊 然后有时候看东西雾雾的甚至要休息之后 眼睛休息之后看东西就变清晰 哦或者是眼睛雾雾的不是说轻微白内障啊 不完全不安全 因为我们的眼睛的视力它跟呃 呃它不只是眼睛视网膜或是近视远视闪光的这些问题 嗯它也跟我们的角膜的弧度啊 角膜的呃上面的泪水的分泌量有关系 嗯因为我们的角膜它不是一个光滑的曲面 嗯它不是一个像不是像镜子 它是像毛玻璃一样嗯 嗯毛玻璃它我们知道上面有坑坑巴巴的 但如果说水泼上去的时候看东西就变清楚了 嗯对那如果水干掉的话看东西就雾掉 那我们的角膜也是长这个样子 嗯所以水分不足的时候看东西就会 误掉所以眼睛闭着休息或者是呃 休息够了之后看东西就会变清楚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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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说当这个气血不足的时候影响到 就是有时候可能未必有很明显的肝或者怎么样 但是就是说你觉得萌萌的 时好时坏 时好时坏就是比较常见的 时好时坏 另外就可能看东西没办法对焦啊 或者是觉得看东西看 呃用久了之后觉得看东西就误掉了 这种状况也是属于气血不足 比较常见的 所以并不见得是老化 不完全是 不完全是 这听了好像会不会让人家觉得安心一点点 好但是回过头来说 反过反而就你刚刚讲 可能是心的问题 脾的问题 肾的问题 肾的问题 那他跟相对应 我们刚刚讲到中医的方式去解释他 那绯闻又是怎么样 还有其他的一些比较常见的症状 譬如说黄斑部病变了 或者更常见的 譬如说长睁眼 譬如说你眼皮眼脸会跳动 眼颈会跳动 呃不是什么 一般人说什么 是是有什么 中风 中风 我听说不是有这种 身上吉祥的不吉利 不吉利的照 身上可能不是 好所以中医怎么解释他呢 马上回来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回到来训时间 继续回到现场 邀请到了中医师林又燕 来聊天 谈呢这个中医 怎么应用在呢 眼部的一些相关的疾病 或者说飙道疾病啊 就一些不舒服的状况啊 所以我们刚讲到的是一个 大家现代人最常见的疲劳啦 肝涩啦肝炎症啦等等啊 那OK 我们先讲一下呢 也是常常见的 呃 因为我们刚刚竟然讲到了这个 真眼 还有这个眼瞼跳动 因为我看到你书里面有讲啊 哎 搞半天眼瞼跳动 一般人也没有去深究 说是哎 为什么 直接会开开玩笑说啊 这个眼皮跳 左眼跳财 右眼跳摘 之类的 这个意思 对对对对 那再不然的话呢 我看你的素材会知道说 有些人也不是说偶尔跳 有些是跳到说事实上是会困扰的了 对因为也有看到患者 他呃 他呃 呃 眼瞼一直呃 一个地方一直跳跳了大概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甚至是一个月都没有好 而且是一直在跳 一直跳 甚至都没休息的跳动 对啊 这倒是这这真的是有问题了 嗯 就我观察到有些神经吗 有些是神经的问题 嗯 呃 呃 在西医治疗有可能会觉得呃 这种算是眼瞼痉痉软啊 或是神经不正常跳动 肌肉不正常跳动 那可能会去在局部打漏毒感菌 去让他僵硬之后不要让他跳 但是可能问题 问题是打了之后三个月半年又要再打一支 嗯 让他就变成蛮大的困扰 是吗 是不是顺便去除眼尾文之类的 哈哈哈 没有开眼差的 但是后来发现到有些这种眼瞼痉软的患者 他们其实是严重的肝炎症患者 哦 他们觉得眼睛很干 所以要一直频繁扎眼睛 但是就一直这样扎扎扎扎扎 但是都没有有效的扎眼 没有有效闭眼 就只是稍微闭一半 然后又张开闭一下又张开 OK 对眼睛没有正常的滋润到 就一直让他眼睛一直跳一直跳 那变成 呃 时间久了就变成眼睛周边的肌肉 像抽筋一样 抽筋那样的 OK 那你刚刚讲的肝炎症 而且比较频繁的跳是一种 但有些是真的突然间跳一下下 对突然间跳一下 那种是怎么回事啊 这种就不太需要去管它 可能只是暂时的经络 或是肌肉的一些跳动紧绷 这些暂时可以不用管它 如果说频繁出现的这种 才需要真的去治疗 哦 所以你就回过头来 如果是属于肝炎所造成的话 就是回到你刚才讲 要处理肝炎症 对就肝炎症的问题了嘛 另外有一种是真的是属于眼睛周边肌肉不正常跳动 不正常放电这一种的 这种我会从中医的角度 因为我们眼睛周边它有许多的经络啊 或者是肌肉的主管去维持它的协调性 跟肌肉的正常活动 那这种情况下可能是周边的经络 甚至是肌肉组织去可能阻塞啊 或是压迫啊 或者是已经用眼用过度导致的抽筋 那我们就要从这个方式去做治疗了 哦 如果是一些阻塞的 你这样讲我突然间想到 妥瑞士症 现在的小朋友其实很常会有这样的 他的症状机就是扎眼 对那你这个有可以 既然可以帮忙减缓眼部抽搐 可以去减缓妥瑞士症吗 其实有可以的 真的哦 是可以的 那这样子是一个 因为这种这种状况有可能 不是周边的问题而已 因为妥瑞士症 它就现代医学认为是 大脑某些区块的不正常放电 是 会去影响到眼睛啊 嘴巴 或是声带的 一些不正常放电 发出一些声音啊 眼睛的抽动啊 然后做鬼脸啊 对那这个问题就已经不是在眼睛周边了 而是进入到更深层 脑部或者是脊椎的部分 对这个就中医来讲的话 可能是跟 呃我们 呃都有听过 如果经络有什么十二真经啊 七经八脉啊 比较熟知的大概就是认毒二脉嘛 嗯 多脉走在我们的脊椎里面 嗯 由下面往上走到脑部 嗯 这个部分可能就是脊椎的问题 可能是 多脉的问题 那我们就得要去处理 这可能呃 呃他的脊椎可能有侧弯啊 或者是 用了比较多的呃 寒凉的药物啊 像是呃 过度使用那些止痛药 抗生素啊 推烧药 用过度 嗯 并不是说用这些不好 而是就只是一点点低烧 就三十七点五三十八度的时候 就去吃退烧药 这其实不是好事 OK 所以你的意思是累积下来的 这才造成 对对对对对 就让这些经络已经呃 呃 累积寒气过多 或是压缩 紧绷 嗯 这些紧绷的问题就要得要治疗 那你在临床上真的有治疗过 妥瑞士症的小朋友 有 那真的有透过你刚讲说 从脊椎 从这个方面的什么寒气 这样去改善他 因此 疏管他的症状 有 真的啊 因为这些其实比较常见 就是他们呃 可能手脚很热啊 头很容易流汗啊 整个人很躁动啊 但是 麦摸起来就是呃 却是比较弱 而且 暗到生成的时候 有比较紧绷的问题 可能他们的食欲呃 有时候好有时候坏 然后又容易手脚冰冷 然后 长又不一定长得很高很胖啊 反正就是比较瘦弱啊 这些其实是他内脏的虚寒 所造成的 所造成的 就等于是寒过多 压住之后 让这些热散不掉 哦 表现出来的一些虚乐 是这样子 OKOK 那是所有的还是部分 大部分 大部分 大部分可以是这样子尝试治疗 看看 这样子 OK 那我觉得这样还不错 最后就找到了一个可能 嗯 就是对土雷尸针 比较特殊的治疗方式 对它新的一个方法嘛 我想这个东西其实不冲突 对不对 对 眼睛眼睛的 眼睛的跳动 其实只是土雷尸针 表现出的一个症状而已 那除了土雷尸针之外 有些成年人的这些眼睛跳动 可能是颜面神经的麻痹啊 或者是呃他们可能脑部某些地方有一些小中风啊或者是呃周边的肌肉的呃抽筋啊这些不正常的抽搐 对嗯 可能可以用像不用侵入性的方式像按摩啊或是要一些内服的一些药物或者是中医的内服药物 内服药物或者是在用针灸的方式就治疗 这些都可以考虑 哦 但也是要因人而异 真的吗 对我想都是要因人而异 不过我们刚刚已经从眼瞼跳动啊 呃讲到它更多可能的不同类型的眼瞼跳动了 呃这听起来还蛮有意思的哦 那睁眼呢 睁眼搞不好你怎么也跟也跟五脏六腹有关 我们家不就是脏东西跳掉进了我们的结膜呃这样子吗 不是啊 呃一部分而已 嗯 其实就我的观念来讲眼睛有很大部分的疾病都不是自己的问题 像是眼睛的疾病的修复又得要跟从身体去调动气节往上送到眼睛 嗯 那有些患者他们得了睁眼之后过没多久又再一次一直反复发作 对像我就经常反复对 如果反复发作的话可能要去找一下是不是自己饮食的习惯出的问题 可能吃太多辛辣烤炸的食物啊 我每次都怪说因为要上节目要化妆的关系 化妆也是一个部分 对不对 也是一个部分哦 像外来的嘛 眼妆对啊 对那另外一部分可能是空气污染啊 但是这些这些这些局部的呃组织受感染发炎之后的修复又是身体的事情了 嗯 对那身体多半是什么事情会导致它不断的反复发生 可能是身体本身体质比较燥热 燥热 或者是比较湿热的体质 嗯 或者是比较呃细血比较不足也有可能 嗯 其实呃我们就中医来分的话可以把所有的疾病分成寒性跟热性的这两大类 嗯 它不是绝对的那两大类 嗯 比较热性的部分大概就像是严重的红肿热啊脏啊 或者是看起来就是冲血啊 或者是比较溃然的这种就是属于热性疾病 嗯 大部分是属于热性疾病 韩性的症状像是呃呃呃比较冰冷啊 局部苍白啊 或者是整个人不想动啊 嗯 或是呃就是紧绷这些都是属于韩性疾病 所以睁眼大部分是属于热性疾病的为主 热性疾病 但是是局部的热性疾病 不是全身的热性疾病 哈哈 我贴完贴到这为你觉得 我应该要趁往往请这个临时帮我爸爸卖的 哈哈哈哈 好我们休息回到现场 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在现场邀请到的中医师林佑燕啊 来聊天聊呢 中医在眼睛啊 这个部分的话呢 可以扮演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些治疗或辅助的效果啊 那刚才广告说我们真的是请他绑了卖了 哈哈哈 因为我常常讲真眼嘛 哎我觉得这张天然确实是有点 第一个你说我是比较是属于虚性的 肝血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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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重点是他摸这个就会知道是 哎我可能比较常在右眼有真眼 所以右眼有真眼是什么意思 其实我临场上发现左眼跟右眼所主管的脏腹可能不太一样 左边的问题大部分跟心有关 右边的大部分是跟肝有关那当然两边都可以跟肾啊脾胃都有些关联 但是心跟肝的这个关联比较特殊 所以在左边出现的问题像是眼睛的 不管是青光眼啊就是都在左眼为主啊 或者是眼睛干涩都左眼比较严重 左眼的肥纹比较多 左眼眼睛比较干涩等等 大部分可能是眼左边心脉的问题 你在讲还有一种就是属于那种眼睛会出血 会出血 对好像也是左眼 我有朋友他从你这样讲 我印象中他是不是在左眼比较多 对这种有可能是心脉的一些阻塞 像长时间低头工作压迫住 或者是平常思虑过多啊 繁星的事情又过多 或是劳心劳力 我发现中文中华文化其实蛮特别 都讲说是劳心劳力啊 心力交瘁啊繁星啊 都是跟心有关 对 所以如果这样他可能比较好发在左眼 都是以左眼为主 那右眼肝 右眼跟肝 那是我们的器官肝在右侧 那中医讲的肝跟西医讲的肝有部分不太一样 对不太一样 对中医讲肝跟我们的压力啊 紧绷啊或者是自律神经啊 或者是睡眠啊 这些部分比较有关联 那尤其是女性 那尤其是女性 女性如果 呃 依照生理期的 一些周期的变化 这刚好又是肝血所主管的 所以像 南轩姐她的呃 眼睛 右眼的一些 睁眼啊 她其实在结合 刚刚把脉 甚至是指甲 看到上面有些坑坑巴巴 有条纹 对 这个其实就蛮明显 是属于肝血不足的现象 所以出现的睁眼 要大部分都不会很明显的红肿 都只是突出来有异物感 然后也会伴随眼睛干涩疲劳 嗯嗯 对这部分真的就是 林医生讲这样子 有道理 有准 就是说确实 我都没有说真的冒出很大颗睁眼 对 就好像要发不发 但是就不太舒服就是了 对对对对 好所以这是肝火上的问题 好所以看一下 肝血上的问题 肝血上 肝血跟根怀不一样 对肝火可能是 呃 平常就很容易生气啊 暴怒啊 那种就可能是肝火 那就容易口干舌燥 血压飙高啊 头胀脸红耳赤这些 那我不是 对那绝对不是 那所以肝血啊 所以肝血就比较可能疲劳 疲劳啊 或是月经结束后很容易疲劳 很累啊 昏昏沉沉的啊 就脸色比较苍白啊 血色比较淡啊之类的 OK那好 所以像这样的话 那就应该去补充什么 可能就好好吃东西比较实际 好好吃东西就好了 对 平常大家吃饭都可能吃得很急啊 想要赶时间 然后马上吃完 但是就是血的主要生成是我们食物吃进去到肠胃之后化身吸收的东西 但是我们又挤着没让他好好吃东西 没让他好好消化 这样子导致的血不足 啊 OK好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么多 其实我们也一时间可能讲不完啊 但是实际上在这个临时书里面有讲到包括我们刚刚讲要讲可能来不及讲到什么绯闻症啊 黄斑布啊 实际上也都是跟你若干的丈夫是有些对应的 而且可以透过这些更深层的调节回过头来让你的眼睛的问题可以改善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花点点最后一段了嘛 花点时间讲到在你的治疗部分 譬如说好像刚才你讲到说 像我好发睁眼 就我的解决方式反而就只要是好好吃东西 所以不要太紧绷 对再加上有空多运动伸展运动多做 我有伸展运动多做 还特别是强调伸展的运动 以伸展为主 因为身体的紧绷压力这些不是靠有氧运动就能够完全解决掉的 因为像是长时间的紧绷啊 会让身体的肌肉啊或者筋脉绷住 那这些绷住可能要靠伸展运动 拉筋的动作去把它拉开伸展开 但是也不能拉过度 感觉会受伤 那受伤就再来看中医 才治疗了 对对对 所以这就很好玩了 所以回过团团在你的治疗的门针里头 所以一般现在有些人我看过 这个媒体报道又讲到说 用中医用在眼睛里面 比较常看到叫做什么眼内针 那是什么东西 所以你有用这个吗 我是没有在用眼内针的方式 因为像如果还记得的话 两年前三年前 立法院那个民进党团的 总招科建民先生 对他那时候 就上新闻说眼睛 熊毛眼睛是针眼针造成的 对对对对 但因为眼内针 他是用比较特殊的针具 因为在目前台湾已经改良 眼内针的针具 他尖端已经是比较顿的了 那他但是他又得要进到眼 他从眼球跟眼框中间进针 进针至少四公分以上 把针扎进眼球 不是到眼球 眼框旁边 但是这个出血几率蛮高的 大概接近七趴左右 所以临床上有蛮多患者来我们 整都是不敢针灸 要不就是不敢针眼针 要不就是针了眼针之后 也没有很明显的改善 那这种情况下我治疗 我就绝对不会再用眼针了 那眼针他的他的 他在你们中医的疗效的 说法是什么呢 眼球旁边其实有蛮多的静脉 还有血管走在旁边 就肌肉在旁边 进针的时候 我们不可能像S光 或是那种透视眼 就直接看到血管在哪边 就去避开他 对所以多少可能会碰到 难免会碰到 就在我们皮肤上面扎针 进针都大概会有 0.4%左右的出血几率了 眼镜周边的血管更丰富 所以出血率更高 那在这种情况下 进针其实多少都有风险 但是因为眼内针 进针深度又比较深 刚好又可以在眼睛后面 视神经边边做局部刺激 所以在使用眼内针的医师们认为 这个可以直接刺激视神经 去改善视野的问题 或者是神经的问题 但是在我临床上发现 其实不一定要用到眼内针 就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了 OK 所以你的方法比较会是什么 我的方法其实就是 一般中医的方式 就是把麦开药啊 或是针灸 但是针灸的穴位 就不会在眼眶里面 就在眼眶外面啊 头皮手脚啊 这些地方 安全的地方 对 那在 你的解释是说 它可能是来自于其他部分的 对 所以并不是在局部治疗就可以了 了解 对 所以会比全身的调养为主 嗯哼 OK 好 所以这个听起来可能 害怕眼内 我现在是真的觉得有点可怕 而且要进去四公分啊 四公分到四点五公分 OK好 所以呢 这样这个生理上的调理 可能不只是有利于眼睛 可能对整个身体来说 是 对不对 也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不只是眼睛的疾病可以改善 甚至是身体的问题 平常困扰的问题 大概都可以渐渐的改善起来 嗯嗯 OK好 今天非常谢谢这个林佑燕医师 到我们的现场来跟我们聊一聊 但我们更了解说眼睛的问题 不见得真的只是眼睛使用上的问题 可能有更多属于我们全身的 五脏六腑的一些相关问题 所以不论如何 就要好好的保护自己眼睛 现实的方法来的更多了 好 谢谢林医师哦 谢谢 I like you inside I like radio i like you inside i like you insid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